五姓老翁今天下午开车冲撞停路边,造成三人受伤,六辆汽机车受损。 记者林宝光翻社分享。 71岁五姓老翁今天下午开车冲撞停路边的汽机车撞伤刚下轿车的黄姓车主和路过的游姓妇人,并撞损一辆轿车和五辆机车。 警方初步了解,五翁已心脏并发,才逆向撞上路边人车,确实肇事原因人带调查。 警方表示,今天下午2点多,五姓老翁开车车路过高雄士林雅区三多路与英明路口,突然车车沿三多路逆向,冲向路口的高雄银行,直接撞击黄姓男子64岁的车车。 黄刚下车在车旁遭撞伤,由于老翁的撞击力道不小,又撞损停在银行7楼下的5辆机车,以及刚从银行出来的游姓妇人,40岁。 警消息报道场,发现五姓老翁手脚擦伤,但黄姓车主除了手脚受伤,还有轻尾炉内出血现象,游姓妇人也头部擦伤。 警方送医后,黄住院观察,游夫已无大碍。警方对五翁酒测,未测出酒精反应。 他向警方说,应有心降病时,当时身体突然不舒服,意识不清,才出车祸。 确实照是原因,仍带警方调查。 停骑楼的机车被撞损,记者林宝光翻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